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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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城市还做梦的年龄 每一秒都填满星空 把银河当作地球的围景 下雪天也不会怕冷 我想要去更远 更远的地方 让我和太阳熄来搁合影 管它赢一波 管它是黑毒 藏不住 我勇敢的追星 管它赢一波 管它是黑毒 藏不住 我勇敢的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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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中心 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泵厚白火箭发动机 并即将装备在我国未来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之上 趙强的特别人 真是 超级电脑 也不然 在海关上 这一波 大规模 你不敢输入 那是 你不敢输入 他 在海关上 你不敢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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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敢输入 快快 and now they've asked me to do that 朱迪斯 这火星救援 你都看了八百遍了 也不嫌烦 就是 对科学有兴趣 是件好事 那也不能总看一步 你们懂什么 表演 是要在直手投足之间去研究的 再说了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马特达蒙 好莱坞著名影星 我偶像 你偶像不是乌磊吗 怎么又改什么马特达蒙了 女人总是善变 这部电影讲的是主人公在火星的沙尘暴中与团队失联 孤身一人在火星面临飞船损毁 想办法回到地球的故事 这编剧和角色有多大仇 下手可真狠 关键是想的有点远 现在登陆火星只是人们研究的目标和设想 要真像电影里说的那样 也得等一百年以后 那可不一定 你们看看 这上面好多消息你们都不知道 好好看看吧 为于我国西安的亚洲最大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中心 用西安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崩厚白火箭发动机 这标志着中国运用重型运载火箭登上火星月球将不再是梦子 这还真是个大新闻 现在马斯克正在研究返回式火箭 要把人类送往火星已经不再是梦了 花卷爷爷 给我来俩花卷 你吃什么菜啊 只要花卷我有菜 你们吃了吗 雅玲啊 我说你怎么跟我爸一个爱好啊 专门吃这些化学武器 花卷我臭豆腐 也得有点荤腥啊 是啊 你们健身不是最讲究什么营养吗 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想攒点钱 攒钱 你要干什么啊 我最近在看房子 我想在我们小区附近买一套房 我看我老大不晓得了 想在这儿安家 总不能老租房吧 靠吃臭豆腐攒钱买房 那也买不了几厅里啊 雅玲啊 你是看上了我们小区附近的房子 还是看上了我们小区的人呢 你们想多了 我怎么觉得今天那么老青啊 好像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 对啊 少了个人 大星不在 小薇 你哥呢 难得我忘了 我还有个傻哥这件事 你们非要把我拉回现实吗 没事 那你再看看我的飞机 我将来要是得了心脏病 肯定就是你给吓的 放心吧 就你的大心脏 怎么下也出不了事 呦呦呦呦呦呦呦 还不给我看呢 放学 直接往家里跑 烧脑时间有什么好去的 在学校就天天看你们的这几张脸 回来还得看 多痛苦啊 你就不能让我净化净化眼睛吗 行 那你就慢慢的净化吧 我也是多余给你带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自己看 火锅楼市鱼第一季度 成交额成下降趋势 这不是这一条 这条 不就是蹦后版火箭发动机吗 我早知道了 你消息可够灵通的 那当然 科学就是要着眼于未来 就在你们还在为探索火星而努力的时候 我已经和火星建立联系了 你一天不吹牛活不成了是不是 谁吹牛了 你刚才不是我在干什么吗 让你开开眼 你玩的这东西 真是天雷滚滚 让我无法吵架 什么乱七八糟的 偷偷告诉你 真是火星鱼 我给你个眼神 表示一下我的无语 你听我说呀 这是我前几天 在外星人论坛里遇到的 访名叫火星人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 拿外星人名字来起名的 所以就加了他的微信 想损他两句 结果一聊天就是这个声音 不说人话 就是火星人 我还会呢 你听 Koll作头 你听说完 你搞笑了 我兄弟 你还没有杀过 我真的是 可是他很彩虚 Brand iones 你跟他一句滚开眼前 那怎么啦 上回外星人还吃饺子呢 雅玲 谁知道我 你把我吃饺子也差不多行了 你瞧你弄这味儿 以后谁还敢来我这吃饭呢 是啊 我这两天感冒都快让你给熏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各位 我这不买房子嘛 中咱钱呢 等我把定金交了 我就不这么吃了 花嘴爷爷 喂 你帮我看看呗 这有两个房 看什么 你看 这是一个开间 在独立卫生间 可是就是没有煤气做饭 做平时吧 我也不做饭 这个呢 是一个三室两厅的房子 你看哪个合适 那肯定是三室两厅的呀 还有什么 这个平均数太小了 有点急 多少平均啊 二十平 夏琳 三室两厅 二十平米 你这买房子还买笼子呀 花卷爷爷 来一份卤肉饭套餐 夹花卷打包带走 好嘞 你终于出现了 我这是刚刚到图书馆 找了本光有火星的书 大清 拿好 好嘞 花卷爷爷 这卤肉饭套餐怎么是臭的呀 不可能啊 这肉我是今天刚从超市买的 饭是新做的 那不可能啊 好嘞 我先把你干什么 来 去吧 把你干什么 帮我去啊 这还有个生价武器呢 哎 鸭链 你知道自己有多过分了吧 连大星口味这么正的人都被你打败了 大星 不好意思 走走走 小辉 你吃这个干嘛呀 我这不是 卖房子 攒钱呢 不知道的吧 再过两天 房子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房子要降价了 我没听说呀 信息闭塞的人 活得真悲哀 我地儿移的销 我地儿移的销 小看红尘人不要 花卷再见 慢走啊 大星 花卷爷爷 卤肉饭套餐 来五分 怎么着 不过了 房子要降价了还攒什么钱 不要把我失去的营养给补回来 我天哪 你这 成功了 成功了 拍开 你小声点 把咱妈吵醒了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除了我把火星语言给破译了 当然得好好庆祝庆祝 你有时间干这些无聊的事 还不如好好备备惩罚口诀 诚法口诀表有什么好备的 我刚刚解银制出来的翻译装置 可以把火星语翻译成地球语 现在我已经可以和它无障碍交流了 你在干什么 这些天书你能听得懂吗 你别急 翻译过来就听得懂了 我在吃夜宵 你们火星现在是晚上吗 对 对 你在吃什么 卤肉饭 卤肉饭 火星还是卤肉饭 那有什么好稀奇的 理论上地球有的火星都有 这些鬼话你也敢信 为什么不信 很多年前科学家就通过研究发现 火星上存在了几十万年的水源 不过后来都干涸了 然而科学家还是通过观测 科学家提出火星上可能有丰富的地下水 并且不开出有地下生命活动的迹象 好 就算有这么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火星上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可是怎么就这么巧被你给遇上了 机会 机会都是流感有准备的人的 我才不信呢 而且就你这翻译软件也非常可疑 你得相信科学 我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你 大星 你这U盘都没有插上 蒙谁呢 不可能 要是U盘没插上 他怎么会说地球语言 刚才的地球语言都是你说的吗 对 天哪 火星人的智商也太高了 这两天就把地球语言给学会了 天哪 我这傻哥哥智商也太低了 不是 地球人真好笑 地球人怎么就好笑了 我怎么了 我刚才只不过是那些 停 不是 你别打岔 我怎么觉得这声音这么耳熟 不用花钱了 也不能这么吃 早的时候 这人突然省下一大笔钱 就感觉是天上掉下来的 有一种想挥霍的冲动 要想挥霍 你别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 你就是把你肚子吃爆了 也花不了多少钱 来一会儿 高姐爷爷 我来了 来了 你们别走啊 他今天没吃臭豆腐 你们吃点什么 卤肉饭 加花卷 加花卷 雅玲 你良心发现 我得给自己补一补 你不是买房吗 不买了 不用买了 得快有大星提醒我 大星啊 你说 我真得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星哥 没看出来 你对房地产还有原谅 没有 我又没有来你买房 你不是说贵段时间房子要降价吗 所以我就把我那个定金给退了 我那两套房 让俩傻子给买走了 傻人 你真有眼光 是吧 我现在就坐等房子降价了 大姓 你给我预测一下 这房子什么时候降到最低 什么时候最低我不知道 不过等人类移民火星了 谁还在地球上买房 你说房子降价是移民火星 对啊 你以为呢 你 大姓 大姓 你给我回来 我保证打不死你 对啊 我故意的 大姓 你给我回来 我保证打不死你 不好意思 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有这么好看的大哥吗 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 你看我呀 不一定眼熟 但是呢 你听我肯定耳熟 琴瑟在玉 岁月静好 愿逆风如解溢 容易莫摧残 好 对啊 对啊 真环 你是真环 我不是真环 我呢 是给真环配音的人 对 我这一剑偶像我就紧张 你是那个 季冠林 若帅 大咖呀 疯狂动武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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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能不能说得快一点 朱丽警官 嗨 嗨 嗨 朱丽 我是你一个 你好呀 你可 朱丽丝 你怎么来了 朱丽丝 我也真的是服了你了 这么所有演艺圈的人 你都认识 今晚名单是我远房二姨的三姑子 四爱上的甘女儿 隔壁家老王的六哥的七远房表妹 是正经的兴起 没错 表姐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这不在微星社区买了两套房子吗 过来看看新家 什么 那两套房是你一个人买的 对啊 我一个人住足够了 大兴 给我过来 都怪你 要不那两套房就有我的一套 大兴 对啊 对啊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 人家是配音大咖 你听着当然耳熟 不是 不是 不是拍音的事 大兴 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卤肉饭吗 所以呢 我就来了 火星人 不对 火星姐姐 对不对 可是 那您为什么骗大兴说您是火星人 哎 其实呢 是因为最近呢 我配了一部叫火星救援的电影 所以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火星姐姐的名字 但是没想到 大兴呢 非得认定我是火星人 哎 所以我就配合他一下喽 啊 这样啊 好 那个 房子 能不能用我一套啊 房子的事回来再说吧 嗯 那个 大兴 这个卤肉饭的事 咱们是不是现在去解决一下 行 你先请 那走着 不行 谢谢 等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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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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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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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见面了我们 在今天的故事里啊 大兴用火星移民计划 打消了雅铃买房的念头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角度 慢慢地踏上了头顶上 这片灿烂的星空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将自己的家园 建立在头顶上 这片灿烂的宇宙天地中 到了那个时候 你是选择在地球上仰望星空 还是在太空里摇看地球呢 我们下集见咯 我 我想穿梭未来过去 看到不乖的星空空去 罗马皇帝 穿上了唐装 万世人也学会了科技 一扇一扇就人着迷 那是宇宙发出的消息 每颗线线藏着秘密 夜空变得如此美丽 怀抱 银河系慢 有指南 颠楼乐客 本上的定律 我要取服超猛组飞行 今天出发昨天也回去 到底飞行多少光年 才能成功穿越星际 才能成功穿越星际 也许会有平行世界 哪里有比一个自己 自己 自己 每天都要多遍无垠 未来就能出手可及 相信总有一口星星 你 闪烁在你我等 哦 心里 青春 都要闪耀全力 大开心 被拥抱奇迹 每个 风向都要飞翔 摘下那颗星星送给你 你 也 是小年 也 有点 想到我